长照佛法即将在6月正式上路 圆明会的部落文化健康站 今年计划将从现有的121站 增加到185站 未来也将与卫福部长照2.0计划中的C级 巷弄长照站结合 而前瞻计划经费中 也规划有1.4亿用于部落文化健康站整件 前瞻计划经费能否支应 组闻的需求是什么 请锁定本周六晚间7点半 部落大小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